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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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 我沒有想到還有那麼多人是之前曾經上過課的 你們台達店的志工真是太厲害 這種說的果然沒有錯 就是你們的向上力是非常強的 好 那今天有一點點回娘家的感覺 因為已經很久沒有做台達店這邊的一些人員教育 一個訓練 可是在這同時我還是沒有忘記過在這裡所受過的訓練 只是我的重點比較移到海洋的部分去了 那這個真的是我啦 在海裡面穿成這樣子沒有人認得誰是誰 那我因為喜歡海裡面的東西 那因為喜歡海 所以我去學了潛水 然後去想要在海裡面深入認識更多 那剛剛志愿有講到就是說 好像跟各位學的這些人員啊電器啊什麼 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沒有耶 我剛剛就在你們的書架上看到這本書 風太陽俊藻能源大探索 海藻真的是一個能源的來源 相信大家都已經有聽到對不對 美國那邊真的有用海藻提煉出石油 對轉成能量然後讓直升機上升 他們甚至已經有一台飛機了 這個可以去研究一下 這其實是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在想 海洋佔全世界的70% 所以 maybe很多的solution來自於海洋 只是我們還沒touch到而已 對不對 好今天不是講那個海洋的這個知識 今天是講我自己啦 那因為志愿叫我說都講一點那個 關於自己的部分 我就好那今天多犧牲一下 也不是犧牲啦 真的是很多那種大爆笑的照片 這個是我大學時候 那這裡面很多人都是 目前當今電視台裡面的總監主播攝影 不知道什麼狗仔隊新聞啊 TVBS中天全部在這裡頭 那所以知道我唸什麼了吧 唸新聞的 對 完全跟各位那種 行業完全不大嘎的一個行業 而且完全跟海洋生物科技 這個部分好像都沒有扯上邊 當年我們還是硬報紙的 我們還是扛著那個二十幾公斤的攝影機 不像現在後面那一位那個 他大概只有1.5公斤 還嫌人家重這樣子 對 所以 這真的是很好玩的事情 那 在當年我做夢也沒有想到說 我今天 25年後的今天 會走向這個部分 好 那這是 就在今天 我常常帶著我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 我的同學 我的小朋友 到海邊去玩 這是一件很快樂很快樂的事 因為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分享給你們 分享給大家 是一件讓自己最快樂的事 那 也建議大家 在這種工作繁忙的時候 我知道大家很辛苦 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 還要來做志工 除了志工之外 有時候還要出國 還要顧到家庭 什麼事情都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一樣啊 我也是從各種不可能之間去切時間 然後來加入這個行列 那看到我帶去的朋友這麼開心的時候 我就超開心的 我覺得分享是一種快樂 好 這個其實是近期的照片 但是衣服是十幾年前的衣服 哇 真的身材保持得不錯 好 接近海洋有這個好處 不錯 這不是減肥廣告 那我只是因為剛好最近有好幾次 有這個從超就業主持的經驗 好 為什麼我會說我會主持的經驗 因為我新聞系畢業的 一般來說訓練出來差不多口條啊 文筆啊 就要有一定的水準嘛 後來其實我比較沒有走新聞 我都在智力早報啊 華視做一做 我就去 我就去當公關了 做公關業 因為我發現我的個性不太狗仔 我沒有辦法當你哭的時候 我問你 請問你感覺如何 這樣子好狠喔 我的心沒很下台過 所以後來我想我還是去做公關好了 因為我是個性比較圓融的 那做公關業的話 簡單 簡而言之就是 穿著華服的夏女 這樣的意思 就是上台的時候 我必須要這樣子 啊漂亮亮亮 光鮮亮麗 可是在台下 一樣 褲子捲起來 袖子捲起來 開始包裝打包 那風箱膠袋拿來 一捆一捆打 所以當年我的生活 十幾二十年前我的生活 是這個樣子的 那被訓練下來 到現在偶爾也會被人家利用一下 然後我就開始抓假啊 嗯那個我以前一場主持費 是五萬塊喔 哈哈 好 所以對他們來說 好我可以很自豪的說 一抓到了 因為我幫他主持不用錢 為什麼放這個 這對大家應該很熟悉吧 今天的股價多少 今天台大店多少 一百多了是不是 我好後悔喔 當初在當講師的時候 居然沒有買 我那時候才八十幾九十耶 你知道嗎 居然沒有買 好 這是沒有工作之後 因為那時候 為什麼會不要工作 是因為我的小孩 我那時候還在做公關 是外商公司的公關 我的先生跟各位一樣是3C電子業者 那相對的 我們兩個的工作 都常常沒有日夜 沒有假日的 那我先生一年有半年在國外 那我的假日 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假日 在跑活動 那這樣子我的小孩怎麼辦 都是我爸媽還有我公婆 在幫我負責 可是我覺得我的小孩 我生了兩個小孩 我這樣子交給人家養幹什麼 那我不如養兩條狗 對不對 回來還會給我咬尾巴 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對他們來說不公平 後來我跟我先商量 結果當然不是羊幹 一定是薪水少的人 先退回來家庭 那我這種薪水少的人 我就很開心的說 耶 我可以回家了 我可以不用在外面奔波了 然後我就回家去 那你知道那種 一個很忙的人忽然閒下來 在家裡要幹嘛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東西我已經 我之前剛退下 十年前吧 剛退下來 玩了大約兩年三年 然後兩年後三年後 我開始檢視我的損益之後 發現 喔 還好打拼 我玩這個完全是玩Kimoji的 因為我根本沒有賺錢 我為了標上面這一支宏達電 我就賠了不少 還好沒有留到今天 我不是說他 因為我老公之前 之前也差點被紅茶電話講 我走了 OK 所以 做了這麼久 我發現我努力了兩年三年 每天早上辛辛苦苦在那邊看盤 聽演講 聽什麼 跑證券商 結果沒有賺錢 沒有賠錢 沒賠算不錯 然後呢 我覺得我沒有收穫耶 我從證券裡面沒有收到什麼東西耶 後來我心裡還是蠻空虛的 再加上我小孩 因為那個時候都上小學了 其實還蠻固定的 那時候我就開始想 不行我要做點事情 我想要做點別的事情 因為早上看盤下午呢 總不能每天貴婦就這樣喝下午茶去 那個生活我受不了 對 我們是那種高級的下女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做點 做點有用的人這樣子 那我就去學校 當說故事媽媽 每天早上七點跟著小孩進去 找自習 然後每天搞定那一堆難纏的小朋友 真的很難纏對不對 有進過學校很多智障 那有些小孩真的很阿裂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想 好吧 那就來 既然我決心要回歸我的家裡 我就去帶小朋友 我就去學校學著帶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一個訓練 這是我的第一步 去接觸這種教育的層面 說真的阿 二十年前喔 你告訴我我會當老師 打死我都不相信 因為我這輩子最恨老師 以前被老師荼毒太深了 所以我這輩子阿 我打死我都不相信 我會去當老師 可是自從小孩生出來之後發現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股擔任老師的欲望 你知道嗎 你自己回頭想想 你願意出來在台上分享給大家 你一定有一股很想跟大家講話的一個感覺 想把自己的東西交給大家 每個父母也都有這種欲望的 所以我就去當說故事媽媽 說說說說說 好 說到小孩六年級了 他又要上國中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奇怪 這樣子還是沒有滿足感 那怎麼辦呢 好 我還是想要改變 我還是想要想想說 我的人生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去當志工 那很多地方 你知道我在好幾個地方擔任志工 那第一個其實是荒野保護協會 然後後來有去太魯格國家公園 那去海科館 去關渡自然公園 然後那時候在荒野的時候 也來台達店 接觸台達店的 那個綠嶺的節能減碳教育 然後進學校去做講師這樣子 所以在這過程中 其實我學到了很多的演說 跟群眾互動 跟兒童互動 帶活動 然後這個 怎麼樣去介紹 把自己的熟悉的 把自己的知識 有系統的介紹出去的一個技巧跟磨練 這真的是要訓練的 那為什麼我說我當初學的說故事啊 我覺得蠻棒的 是因為你只要講的那群那種一二年級的小朋友都聽得懂的話 那我保證你們現在這一群都聽得懂啦 那保證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嬤也一定聽得懂了 所以我覺得接觸小孩真的是很棒的第一步 所以我現在還是蠻驕傲的告訴你們 我現在是那裡的王牌導覽員啦 對 我現在是海科館 以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為主 那其他的單位我去的就比較少一點了 那海科館的志工裡面 我是那個導覽小隊的小隊長 就是反正主管一些行政業務 還有帶著他們繼續往前衝的意思 所以各位夥伴 如果有想要去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話 可以找我 找志龍找志龍 那是志龍安排的 OK 那像我明天還要去那個太魯閣 就是帶剛剛那個環境教育營探索營 那就是由我主導去幫他們設計一整個 整個自然環境探索的一個營隊這樣子 還蠻好玩的啦 因為我覺得我的天性大概是這樣子 我比較喜歡接觸自然 可是其實之前我的工作範圍來講 我其實是很 很多繪畫的一個女人 你看我接觸的是公關 我做化妝品的公關 做藥品的公關 甚至是3C產品的公關 一切都是最top科技的東西 現在接觸自然是最原始 最接近這種地球表面的事情 我覺得這反差好大 真的反差好大 可是如果你去接觸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每個人心裡的渴望會一樣 當你在都市生活久的時候 你會希望去接觸一種 跟你的生活有一點點轉換的空間 我覺得這也是幫自己的生命找尋另外一種可能性 就像我看到那個看電台灣 齊柏林先生他也是找到他自己生命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那我覺得我滿lucky的 我找到了一條 我真正我覺得我滿適合的一條路 那前兩天我在走路走到 我去中校東路環一個WiGo的時候 就是那個WiFi分享器的時候 我心裡就在想我覺得我好害怕來這裡喔 我已經那種一整年幾乎只到中校東路四段那邊 大概只去了一次兩次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我有點害怕那種都市叢林 都市對我來說反而變成叢林了 我要怎麼在裡面坐捷運怎麼求生存 這跟我在海上在野外求生存 好像要有同樣的技能 我才有辦法這樣子去生存下去 所以剛剛那個王老師講說 我們不只是房災我們避難 我們還要有sense 我覺得到哪裡都一樣耶 結果是我到了四十幾歲的今天 我學會了 我從野外我從自然的身上 重新學會了這個技能 都市沒有教會我 那很開心 我也跟著志榮去過一次你們納馬夏那邊 那個漂亮的貓頭鷹圖書 我都覺得他是貓頭鷹啊 貓頭鷹圖書館 那不過啊 我還是得說山跟海對我都很有吸引力 我還是滿喜歡 這是我的一個簡歷 不小心放到這一頁 我還是喜歡海居多一點 所以現在啊大概這幾年來三四年來 我一直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那邊擔任志工 同時我自己最近成立的一個協會 叫做山海天使環境保育協會 那我會帶著小朋友們去辦浮潛營 我每年辦兩梯次 兩梯次是因為呢 怕第一梯次颱風又可以連到第二梯次 所以每年都固定兩梯次 今年已經過了 我都差不多七月一號就開始 七月三號那時候就開始辦 結果今年沒錯 被那個假颱風啊搞亂了一梯次 結果就通通挪到第二梯次一起來 結果上上禮拜 我不知道我應該是幸運還是不幸啊 不是蘇敵樂的颱風 我一點都沒有體會到它的威力 因為我在沖繩 本來它的路線不是一下子 颱風現在來是不是都往台灣或往沖繩 往日本那一頭幾乎都是這樣子跑 要不然就菲律賓這三個方向嘛 那前兩個都往日本那邊跑了 結果我被那個假颱風cancel了一個camp 一個營隊 然後這一次這一個我就很擔心你知道嗎 之前聽到颱風我就很擔心我要去沖繩 因為我要去觀摩一個珊瑚農場 那如果不能去這次不能去的話 我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才能找到時間再去 然後這次不管它三七二十一關島就關島嘛 然後就直接免費關島這樣 然後就直接飛過去 結果發現颱風蘇敵在往這邊來 表示什麼 台灣需要我啦 沒有我在作戰的話颱風就來了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下個禮拜那個颱風不會來 我還蠻有自信的耶 有沒有人算過命 有沒有人知道自己幾兩重 有人點頭對不對 年紀跟我一樣大 那我年紀輕的聽不太懂 我告訴你的命五兩五 知道的人就知道 皇帝的命只有七兩多而已 我是五兩五的重 算非常重的 對 好 那個題外話笑話先講完了 接下來要講我真正的理念的一個分享 那前面的事情啊 其實一連串一連串的過程中 讓我有了這麼一個夢想跟實現的機會 那因為喜歡海 我對海的認識對海的了解會特別的注意一點 所以我會去上很多的課 我會去請教很多的老師 其實我覺得蠻幸運的就是 我碰到很多好的老師 可能是因為我覺得 那些博士們那些老師們 就學海洋的啊 心胸很寬大 而且因為喜歡海洋的人很少 他好不容易抓到我這種很喜歡海洋的人 又願意學的人 又覺得腦袋好像夠聰明的 所以就忍不住 就把東西都一直噼噼噼噼噼叫給我 所以我在玩海洋的過程 其實我一直在做一些思考 我們其實在玩海 也在消耗海 各位有沒有想過你們桌上的魚 幾乎每天都有吃嘛對不對 哪裡來的 海洋嗎 不一定 有的是淡水 對不對 魚溫 對 但是無論如何都是水裡面的 可是有聽過這個海洋漁業資源的浩劫這個議題嗎 很多人聽過 因為陳陽文是你們的前同事 對我也受他啟發很多 好 那有沒有聽過海洋的能源 一定有 對不對 海洋還有什麼用途 好好用喔 海洋真的太好用 可以從裡面拿鹽拿吃的拿喝的 可以倒垃圾 還有可以倒垃圾 對 你很奇怪耶 我跟你講 你明明把海洋當你家冰箱 從裡面一直拿東西出來吃 結果你還把冰箱當垃圾桶 然後又把垃圾往裡面倒 你在家裡你就不會這樣子啊 你不會從冰箱拿東西吃 然後把垃圾丟回冰箱 為什麼你對海洋會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很離奇的事情 所以我在荒野保護協會的時候 一年帶領超過30坨的淨灘 你知道淨灘很痛苦 尤其淨灘最喜歡這種夏天的時候 跑去海邊 人家撿了一個鐘頭 哇很高興的就去玩海了 我們在後面收拾散後 汗流滿地 還要把工具拿回去洗 一年我帶30坨 海邊的垃圾有一次啦 我上午帶一坨下午帶一坨 那種直銷協會的 然後他們上午那一坨 下午那一坨很緊張跟我講 欸陳小姐 會不會下午沒垃圾可以撿啊 以你們經驗覺得咧 不可能對不對 我跟他講說 如果沒垃圾可以撿的話 你找我 你找我 我完全掛保證 結果上午那一坨 他撿了一個跟我人一樣 比我人還高的輪胎 很嚇人齁 那不知道是哪裡的輪胎 下午的繼續再撿一顆回來給我 兩顆湊起來了 然後還撿到一個那個大卡車的門 我說你們不會把 掉下去的卡車你們都把它撿起來了 真的就是這樣撿啊 那今年以來 海科館我已經接待超過2000人次的淨灘活動 我每個月都要撿兩次以上 那去年的Panasonic國際牌600人淨灘 今年接下來有HSBC 匯豐銀行200人 然後福倫社的100人 反正我已經快要算不完了 我覺得為什麼我的淨灘是沒有完結篇的時候 我也不懂 但是真的是撿不完 所以後來我一直在思考說 今天我一直 我說真的我靠著海洋啊 好像很多人覺得我玩海有玩出一些什麼東西出來了 可是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回饋給我喜歡的海洋什麼事情 除了到處跟各位打屁聊天哈拉 然後告訴各位海不要亂丟垃圾之外 我好像沒有對他做什麼好事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一些 我想要去爭取一些經費 去找一些企業合作 來一起對海洋做某一些公益的事情 那時候其實我已經開始想要成立一個協會 就是海洋的保育協會 然後想去做一些帶小朋友 知道怎麼親海、知海、愛海的這個動作 只是一直覺得說 還要創立一個協會很麻煩 而且需要一筆資金 那Keep Working是那個Johnny Walker 他投資的一個慈善 不能講投資 他每一年都donate出來的一個慈善的活動 完全不求回報 他就丟一千萬出來 每一年支持一些有夢的人去實現他的夢想 那個你知道對NGO來講 對我們這種沒有錢的NGO來講 那真的是很大一筆錢 一個人可以一次拿到幾十萬 幾十萬對一個NGO就可以撐一年了 然後所以我就很拼命的想要拿到這筆錢 然後第一次投案的時候 哇啪第一次 第一次就闖到最後一關 因為那要打敗六百多人闖到最後一關這樣子 那就很Cappy 可是第一次後來沒有拿到 那那次就心裡一直存著這個想法跟信念 那就先放著吧 後來呢就又跟那本書一樣 從一個草詞開始跟程洋文一樣嘛 他也是一個草詞開始 我也是一個草詞開始 但是我的草詞比他的大一點 他那個草詞真的很小 尤其他那麼大隻 對我比較小隻 因為我常跟他一起去他那個草詞 我覺得我們兩個塞在裡面 就水都滿出來了 所以又高一公分這樣子 但是這個草詞比較大 這個就是我剛剛拍那些 帶的那些朋友他很happy的在那邊 跳的那個照片的那個草詞 他很像一個小游泳池 就在福聯國小後面 然後他是一個天然的海水游泳 很乾淨 然後漲潮是這個樣子 退潮他會再低一點 是一個安全的水域 所以我常常說第一次帶朋友去浮潛 如果時間來得及夠到東北角的話 我就會帶到那邊去 海礦OK那裡很漂亮 那你會看到什麼 這是珊瑚 台灣的珊瑚很美麗喔 這是什麼知道嗎 不知道 有沒有像小朋友吸的奶嘴 他不是珊瑚 他是海葵 跟Nemo生活在一起的那個東西 軟軟的很多觸手 然後他這個上面都是一根一根的刺絲包 手不要隨隨便便去摸他 我是沒有聽過說有人會摸他死掉的 可是你如果摸比較敏感的人摸到他的話 手會紅腫 那你如果再摸你的嘴唇的話 就會變周星馳那個香腸嘴 可是他很 他很棒的就是他會提供很多魚一個保護 尤其是Nemo 小丑魚 小丑魚跟他是一個互利共生的作用 今天不要講太難 互利共生還要解釋很多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而且我不希望大家等一下下半塞車 所以剛剛那個池子 一直都是很天然的存在那個形式 那我就常常帶人家去玩 跟那邊的叫做福聯國小 他就在福聯國小的後面 那跟福聯國小那邊 我大概跟海邊的幾個學校的主任老師校長都很熟 所以他們都常常會教我說 你來幫我們上一點海洋教育的課 或者是來帶我們小朋友去做什麼做什麼這樣 那我就去幫忙 所以福聯國小那一口池子 好我去主任就出來陪我一起去福潛去潛水這樣子 那後來有一次和美國小的主任 他打電話跟我們講說 他打給我跟陳洋文嘛 他說我們學校外面有一口九孔池 然後池主他們目前沒有在養九孔 所以他就借給和美國小當什麼 你們企業樓上有一個生態池 大家有沒有去玩過 有看過吧 你們都有看過 對要去看一下要去看一下 因為真的很棒 有一個生態池你們的溫度會降很多 那我那個國小的主任就告訴我 他就是把前面那個九孔池 當成海洋生態池 這個概念很新喔 其實是很新的 我跟陳洋文只是在想說 我們想要找幾個槽池來做定期的觀察 甚至保護這樣子 可是如果有一個九孔池 是一個私人的 然後圍起來的領域的話 他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呈現 所以主任就請洋文跟我兩個下去 看一看幫他拍照 因為他們畢竟還是安全起見嘛 那他不希望說 小朋友自己隨隨便便下去 然後把動物也嚇跑了 小朋友也受傷了 這樣不太好 所以他請洋文跟我就是 下去把那些動物拍一拍 把裡面的生物拍一拍 然後跟小朋友來做分享 所以我們就下去拍啦 裡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可愛的魚 這是小丑炮彈 他就跑得很快 我就追不上他 沒辦法 我又不是魚 我在水裡也沒辦法 這個是 大家日本料理店最喜歡吃的 汙泥 海膽 馬糞海膽是最好吃的 不好意思現在在台灣很貴 因為澎湖一開放 前兩天被抓逛逛 那為什麼會抓那麼快 人家喜歡吃 人家喜歡吃 對啊 還有呢 那邊的當地的島民 在開放的前三天已經都抓完了 抓在哪裡 他那天開放前還不能抓 他抓了用網袋先放在海裡面 然後開放第一天 大家就去把網袋拿起來啦 你看未雨衝矛 結果開放兩天 當地就沒有馬份海膽 這很誇張 可是在我們的酒口池裡面有 有這個喔 馬份海膽很可愛 他會去抓海藻 或抓任何他抓得到的東西 來做掩護偽裝 有當過兵的人知道嘛 對不對 要偽裝七敵 他就會 因為他的刺比較不那麼刺 他的刺比較短 比較沒有那麼刺 他就威脅性比較小 所以他必須用別的方法保護他自己 所以他就會去抓 可是你看到他抓了 現在抓到的是什麼東西 繩子 人丟下去的 那我昨天 前天 前天下去就跟我吃看啊 我抓到一隻 我有一個塑膠袋 因為我在清那個池底的垃圾 我有一個塑膠袋 我去拉 奇怪怎麼拉不動拉不動 馬份海膽在跟我搶垃圾袋 搶塑膠袋 他現在用塑膠袋 來做他的偽裝 好可憐喔 本來應該是海藻的耶 對不對 那裡面還有這種魚 很好玩喔 好特別喔 叫腳魚 很像 很像鳥 對不對 這個在那個 深的海域啊 還蠻容易看到 以前他們 海邊的人不吃這種魚的 沒什麼肉 因為他那個頭 頭角猙獰其實不太好看 又不好 又沒什麼肉 所以其實海邊的人不太吃 可是如果現在你們去大溪魚港 大溪魚港那邊的魚種比較多種喔 那你去看 這個都是一籃一籃拿出來賣 應該有看過 很強烈建議大家去魚市場找一找看一看 你會發現 喔 我們吃的海產真的有這麼多種 雖然平常你們家裡出現的都是什麼 白艙啊 鯛魚啊 這些的 海邊的人真的是現在什麼都抓了 因為大家吃好又要吃腳 聽得懂台語嗎 吃得好你還要吃得精緻跟吃得巧 沒吃過的最好 所以我現在就教大家鯛魚可以吃齁 但是不要隨便吃 因為他也沒多少肉 這個是硬驚翁 小小一隻啊 你看這個水族館最喜歡的關刀 很像一把刀 可以吃嗎 我每次導覽問到歐巴桑團 然後就是碰這個 這種魚可以吃嗎 幾乎所有的珊瑚礁魚類都可以吃 而且很好吃 什麼叫很牢啊 新鮮 新鮮 活的就撈回來 叫很牢啊 對不對 你餡要吃餡馬上殺是最好的 不是那種冷凍過的 對 很牢一定是住在離岸邊不遠處 那很多都是珊瑚礁魚類 所以珊瑚礁魚可不可以吃 當然可以吃啊 對不對 很好吃咧 啊我們的檸檬出現了 就在那個和美前面那口酒孔池裡頭 那個老師並沒有對那個池子做過什麼事情 他只是讓大家不要去破壞 不要下去玩 不要去養酒孔 一年多 一年 我們拍的時候是一年 一年下來 裡面我拍到這些東西 其實沒有全部啊 因為時間來不及 沒辦法一個一個展現給大家看 但是那一次給了我很大一個啟發 因為跟我本來想要用草池的概念 我心裡在想 酒孔池是不是比較容易 因為草池是公共財 任何人要下去 我都沒有辦法去阻止他 因為那不是私有地嗎 雖然是東北角風景管理處 但是他們根本沒有辦法禁止人家 下去潮池 或禁止人家下去哪裡去採抓 那如果是酒孔池 至少大家好像會去尊重那種財產私有權 所以比較不會有人去盜獵偷採 這時候有一個想法在我心裡 已經開始在萌芽了 這獅子魚很漂亮對不對 有毒的魚類在海裡面碰到牠 千萬不要伸手去摸牠 跟牠玩一玩 跟牠比游泳水比較快就好了 可以吃嗎 對 我說過啦 所有的珊瑚礁魚類幾乎都可以吃啊 像這種缺雕最常見的啊 人之底最常見的 那一次讓我震探最深的是這一幕 在一個珊瑚旁邊聚集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的魚 由此可見珊瑚海藻真的是聚集魚類最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各位的能源教育一定學過 陸地上的生產者是誰 光合作用的是誰 植物嘛對不對 海洋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 海藻 藻類 因為牠有葉綠素 還有一個是珊瑚 你說珊瑚是動物還是植物請問 欸 真的沒有人跟我講植物 喔你們都只對一半 給0.5分 珊瑚是動物加植物 互利共生的一個個體 珊瑚它本身是透明的蟲 沒有顏色 但是很多珊瑚 珊瑚叫不是都五彩繽紛嗎 為什麼 因為牠裡面住了叫珊瑚藻 那珊瑚藻啊 擁有的葉綠體 它本身或多或少都會有葉綠體存在 葉綠體可以行光合作用製造養分 養分提供給珊瑚蟲長大 珊瑚蟲保護珊瑚藻 不要在海裡面浮來浮去 被其他的魚吃掉了 所以互利共生的行為就此建立 他們的社會化就此建立起來 所以珊瑚的社區很龐大 那麼龐大的一個珊瑚社區 是整個地球吸收碳的50% 請各位牢牢記住 因為這是你們能源教育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整個地球海水吸收二氧化碳 佔了50%強喔 那珊瑚礁是裡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 固碳的一個幫手 除了海藻之外就是珊瑚 所以 因為我這時候就很感動了 因為我受過台大電的這個能源教育 你知道嗎 所以我後來想 如果說 我有一口池子裡面種滿了珊瑚 我就可以養很多很多的熱帶魚了 然後很多很多的小魚的魚苗仔魚啊 就可以在這裡稍微長大再大一點再出去 存活率就比較高 如果我們多幾塊這種地方的話 我們的魚葉就不會枯竭啦 對不對 你們很老要吃也吃得比較多啊 對不對 我心裡那個時候這個念頭萌芽了 接著 在福聯附近有一個地方叫香蘭 又很臭巧的 主任又打電話跟我講 我不知道為什麼都是主任啊 那主任都是地方霸王這樣子 好 那個主任打電話說 陳老師我跟你講 我們這邊有一口池子 十年沒有養酒孔了 人家要開始重新養酒孔了 那 它裡面啊 聽說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你要不要幫我們先去看看 我說好 那我下去看 齁 一下去看我就被震驚住了 各位有沒有去過澎湖浮潛 有去過的有沒有看過這些珊瑚 沒有看鐵架把它去掉了 我把那個 去澎湖浮潛 你看到就是這樣啊 就是自然生態啊 這是在香蘭拍的 對不起這照片都有點糊 是因為九孔池裡面本來的那個 那個泥沙淤積就比較多一點 所以它沒有辦法像一般大海的照片 而且我都不做後製加工 所以都會顏色有點不太飽滿 所以你看喔 一個十年沒有人動的九孔池 是這個樣子 是這樣子的 非常的美麗 裡面的雀雕到處都是 但是底下的那個沙土也很多 所以這堅定了我一個理念 我想要一口九孔池 我要當池主 那個桃花島沒什麼用 什麼三十六棟也沒什麼用 我想要當池主 這個概念開始形成 從行程一直到後面 大概做了兩年 行程了兩年多的時間 可是就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啊 我把這個概念又寫了一份計畫 又去丟Keep Walking 因為想來想去還是他們價錢最多 如果我要住一口池子 就是不知道多少錢對不對 我根本還不知道租金多少 我甚至想要買下來 那我乾脆還是找一筆錢來 想辦法先買下來嘛 好我就想又去接了 又去寫了計畫 對不起這個還沒講完 香蘭這一口啊 後來他 你知道他九孔池要重新養九孔 他要重新整理 他要把水漏光 把海水通通排光之後 把裡面的東西全部挖掉 重新用水泥再空一遍 然後再把那個水灌進來 放九孔苗放磚頭這樣子 所以剛剛的那堆池子啊 剛剛的那堆珊瑚啊 對不起就池不見了 那些魚大概也消失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懊惱啊 那我就帶著海科館 還有科技博物館的那些博士們 還有養殖的人們啊 大概十幾個壯丁去 因為真的都很重 然後去採集那邊的珊瑚 因為希望留一點腫 然後海科館他們本身也 富有這種保育跟一個教育的責任嘛 所以去把它採回來 放在他們水煮箱裡面 讓一般民眾也看得到 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們總共前前後後去了三趟 然後我也潛水啊 我的潛水社老闆也很希望 外面的海裡面長滿了珊瑚 有很多可以看的東西 所以潛水社老闆也帶了我們 潛水的壯丁們十幾個 也去再拔了一次 整個池子拔不到十分之一 因為真的太多了 那個池真的太多珊瑚了 你看我們就是一桶就裝了這麼多 然後回去把它分珠 因為它會長大 珊瑚很像植物一樣 你把它分珠之後啊 它會長長長長 像現在這幾顆都已經在長了十公分左右了 很漂亮 所以我們把它放 把這種片狀的再放在哪裡 放在 好 這是那些壯丁們 好 這些 放到我們海科館的水族箱裡面 歡迎各位每個禮拜六下午自由參觀 到那裡排隊就可以去看到 我們採回來的一些珊瑚 放在那邊還快樂的活著 但是對不起其他十分之九已經都被挖掉了 那是去年初的事情 一年半以前的事情 那你知道那時候真的是欲哭無淚啊 很想流淚對不對 錢還沒拿到 還沒有來得及把那個九孔池拿下來 結果珊瑚就被挖光光了 以後還找不找得到這樣的池子 不知道 十年沒做的 但是我就開始 這個池子它開始要放水的時候 放了之後就比較淺 我們就把福田國小全校的小朋友 總共二十三位 帶到池子里根去玩 全校實生 真的那是很小的學校 很可愛 我那年陪他們去游泳 永渡那個他們毛澳灣 三個畢業生 五燒魚船借戶 然後那個五十幾個大人在岸上 因為家長都要來啊 對不對 還有我這個無聊的插花老師也要下去陪游一下 所以陪游的老師就有四位啊 對 真的是很可愛的學校小學校 然後我就把全校實生都帶下去 大家在那邊採珊瑚啊 看螃蟹啊 抓魚啊 難得有一個這麼安全的地方 可以讓他們這樣好好的玩 不要以為在海邊的小朋友啊 一天到晚在玩海耶 沒有耶 他們也會知道要怎麼樣進衛海的 也要知道要看潮汐的 所以當這麼一個安全的場域的時候 真的很難得 那一次啊 總算有把這口酒控池好好好好的利用到了 後來我就用力的去寫計畫 終於在去年 今年的時候獲得了這筆錢 好開心喔 真的很開心 十三個人耶 對啊 所以真的一定要放上來 這是獨家的 那拿到了之後啊 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忙 其實我以前比較漂亮 以前長得比較白嫩一點 那最近今年下來一整個拿到錢之後 其實拿到錢之前 我就已經找到一口酒孔池 願意租給我了 那我一租我跟他簽多久你知道嗎 我簽十年 因為你簽一年沒有用啊 珊瑚剛長完 人家如果收回去又要再養酒孔的話 那是不是你就完了 你所有種的珊瑚就白費了 像上禮拜那個颱風 把我種的珊瑚 我一下子全部掀光了 對啊 那怎麼辦 所以我一租就租十年 而且簽訂 未來他要續租的人 第一個是我 除非我沒錢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也未雨綢繆啊 萬一我錢用光了 我總不能把我家傾家蕩產 小孩都賣了 對啊 小孩真的可以賣 因為小孩已經高中了 可以叫他出去賺錢 好 所以 我就開始了這個 我的珊瑚富裕的計畫 九孔池的珊瑚 那為什麼我一定要種珊瑚 要富裕珊瑚 為什麼我不種藻類 因為種藻類在台灣有一定的氣候限制 台灣不夠冷 所以台灣的藻啊 種的不是很漂亮 只有某幾種藻會 紫菜啊那種會長得起來 但是台灣是珊瑚很重要的一個區域 全球有 全球有六百多種珊瑚 台灣就佔了四百多種 可是台灣的面積 並沒有全球的三分之二 可是我們的珊瑚種類 是有全球的三分之二 可見台灣是適合珊瑚長大的一個地方 所以珊瑚的富裕有幾個重要的地方嘛 最重要的育嬰中心 生物食物的來源 那個有名的綠蜥龜有沒有 它吃珊瑚 音歌語有沒有聽過 吃珊瑚 然後很多的螃蟹 小螃蟹吃珊瑚 很多的蝦子吃珊瑚 如果少了珊瑚 它們就沒有食物來源了 還有珊瑚是自然海岸重要組成成分 簡單講一下大寶礁 全部都是珊瑚組成 小琉球珊瑚組成 墾丁沒有那些珊瑚看你們怎麼去那邊玩 對不對 自然海岸 除非你們喜歡看蕭波塊 預防海嘯等自然災害 因為它會自然在海邊形成一個平台 跟一個擋水的一個牆 所以它是預防海嘯自然災害的一個很重要的屏障 好吸收二氧化成跟各位就有關係了 減緩地球暖化 形成海岸美麗的風景 那我們拍婚紗的時候都可以去那邊拍照 不然我們潛水的時候都可以看到美麗的珊瑚 美麗的景色 不是那種死氣沉沉的樣子 如果說一個沒有珊瑚的海底長的是這個樣子 這個不是假的 這個是在哪裡 在墾丁拍的 墾丁有一個保護區叫做後壁湖 那個是最有名的這個海洋保護區 那很多人會去那邊浮潛 六年前我去那邊浮潛跟六年後 六年前這底下好多的海膽好多的珊瑚 六年後不見了 變成這樣子 那底下這一隻一隻都是珊瑚一隻一隻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裡其實油氣的壓力很大 人太多了去破壞的壓力非常大 還有倒裂海膽的一個壓力 他們會用一些網具去拖拖拖 會把珊瑚拖掉 所以全台灣不只是後壁湖 全台灣都面臨了同樣一個問題 油氣的壓力食物的壓力 所以我就去學網路上 反正網路之變很好 我就去網路上找一些 國外珊瑚種植的一些概念 那有記得剛剛我在海科館那邊 我們採回去的那些珊瑚 一隻一隻剪下來 那用一個基座種著 好像種小樹苗對不對 小樹苗長大一點了 包覆住了 把它種到海裡面的一個基座去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個有點噁心啊 你在海邊浮潛的時候看到一個 我有怕死人 對我反而比較喜歡這個 漂亮吧 這是我在岸上拍的 因為它不准我下去 這是在沖繩 那個景點不是熱門景點 可是我還蠻強烈建議大家 以後可以去參觀一下的 它那個是一個青棟附近 青棟是那邊很有名的浮潛跟潛水的點啊 那附近有一個珊瑚農場 那個老闆啊 我就網路上發現 我們有同樣的想法 他就是把沖繩的400多種的珊瑚啊 富裕了120種 然後種回去海灣裡頭 那這裡就是它的富裕池 你看它種得多美啊 我好希望我的酒孔池未來是這個樣子的 有一天有一天 我一定要種出來 所以我想說 我希望經營的是像日本人這個樣子啦 那我希望說未來啊 我的酒孔池裡面也是像這樣子 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下來觀察珊瑚 可以跟海洋的生物一起游泳的地方 這口就是我現在租下來的池子 那因為那時候還沒開始做富裕 我們先開始整理 還是要整理的 因為那底下很多的爛泥巴 珊瑚不怕沙子 但是它怕爛泥巴 爛泥如果蓋到珊瑚上面去 影響了它的光和作用 那它就會死掉了 因為珊瑚藻就會跑掉 珊瑚藻跑掉 珊瑚蟲沒有營養它就死掉 死掉了之後就叫做珊瑚白化 所以白化的珊瑚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珊瑚蟲 你說珊瑚藻跑去哪裡 當然是跑去健康的蟲的體內啊 趕快找別的健康的人啊 是歸歸大病啊 所以裡面的爛泥巴其實蠻多 因為酒孔池每一池每一池的那個浪啊 所以我選到的這個池子啊 基本上它的先天的條件沒有十分的好 所以要靠一些後天的幫忙 所以我現在有很多很多的志工 潛水志工 或不會潛水來海面上撈垃圾的志工 包括這些小朋友都被我規定 這是我那個浮潛營的小朋友 都被我規定每個人要撿三件垃圾上去 這是很好玩啊 那一邊撿一邊學著怎麼下潛到池子裡 去把垃圾拿起來 然後他說 哎呦我找到一個保利答兵 對 這是很好玩的事情 那他們就這樣子很努力的 幫我清這口池子 對 這就是上個月 上個月我們開始 有一半已經整好了 然後我也找到珊瑚的腫苗了 那我就把一些腫苗移過來 我們弄了一個有一點像 我看一下我怎麼放 喔好 這怎麼像BBQ 我自己說是像BBQ的形式 然後我們把珊瑚的腫苗放在上面 這一個一個每一個十字交叉 我就用那個套索啊 就去把它一個一個綁起來這樣子 那他等到他長大一點長多的時候 他會把這整個包住 我們會把這個繩子剪掉 那未來我還會再結一個 另外一個編號上去 因為在做的同時我要做研究 就像一年長大的速率 還有這個溫度跟天氣的整個對比比較 然後坐下來我就開始跟海科館的老師說 我要拿博士學位 因為他們每個都會指導我說 怎麼做怎麼做可能會比較好 可是沒有一個人曾經有過這個經驗 因為為了這口九孔池 我去請教台大海洋所的前所長戴昌鳳教授 然後我請教他怎麼樣養珊瑚 但是戴老師說你這個構想 前人從來沒有做過 他們可能在海灣裡面做了實驗一年 好拿到碩士論文就走了 沒有持續一個十年的計畫 那也沒有人在九孔池裡面 一個半封閉的一個農場狀態 去做這樣的研究 所以你這個是一個不錯的嘗試 他就很開心的借給我 一萬塊價值的溫度技術 好吧 那這個給你 你兩個月拿起來看一次溫度就好了 唉 我就很開心 結果這次颱風掉了一個 他借給我兩個 我掉了一個 我就很不好意思老師 我幫你的溫度器掉了一個 他說好 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那個可以在哪兒 好 但是我其實覺得 今年我真的很幸運 碰到很多很好的老師 當我想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發現 唉 你個人都有努力在幫我的那種感覺 不過這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啦 這真的是我背後那一整群的志工團 整個在幫我 所以我才有辦法實現到這個夢想 好 那BBQ做了 這是颱風之前的事情 對啦 面積喔 好問題 大家都這樣問我 我估算一下大約200坪 其實很小對不對 租金一年多少 租金一年多少 你 我告訴你好貴喔 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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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是產權 這個東西沒有產權喔 所有的財產都是國有財產局的 他們原始組只是那個擁有使用權 懂嗎 他們也要每年繳租金給國有財產局 現在只是轉給我 可是當中間當然要再抽一層啦 對不對 要再抽一些啊 那可能抽的還不少 那我去參加Keep Working 最後的主考關 那個真的很好玩 不騙你們 那種經驗喔 各位有夢想的話 一定要去一次 闖到最後一關 一走進去 十個人好像論文審查 論文審查三個人而已耶 可是他們是十個教授圍著我 然後十分鐘給你簡報 五分鐘讓他們問問題 最後曾治郎問了我一句話 我覺得你這個計畫 應該是由政府出錢來做才對 為什麼會是你來拿錢來做 那我就論了一下 我想說曾先生 你當過教育部長耶 你怎麼會不曉得 我們政府機關的一個操作模式 是什麼樣子呢 所以可是我還是沒有講啦 我就很含冤的就說 嗯這個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根據我打聽了很久的結果 我覺得這樣子的方法是最快的 如果我要去找國有財產局去講 我要種珊瑚不是養九孔這件事情 他們可能就覺得說 你種珊瑚幹什麼 因為種珊瑚沒有經濟價值啊 對不對 沒有人在賣珊瑚 有啦那個水族館賣一兩顆小小顆那漂亮的 那只是一兩顆 那九孔是大量在賣 大量養殖的 所以他們會覺得 國有財產局會覺得你這個女兒很奇怪 而且你之前從來沒有經驗 要來找我租是 他們不會很信任的 這種東西有點像是一個很封閉的社會一樣 我們拍了一段那個蘇迪勒 蘇迪勒颱風來的時候 海邊那個狀況 看了你們真的會覺得那個颱風的 颱風的那種感覺好可怕 尤其在海邊 為什麼他們要封閉叫大家不要去觀浪 真的請各位不要去觀浪 因為我們是在海邊聽到那個 直升機過來 只要直升機過來 就一定是出事 他們不會沒事給你做演習的啦 所以我只要一聽到直升機過來 我就知道 這事情 今天有釣客 有人自殺 會被浪捲走 屢勢不爽真的 然後今年我有一個活動被取消 有一個叫外木山的王爺繞港 他是從外木山那邊的 坐漁船出去 我們有駕湖鄉遊錢五百塊的 我們就可以上漁船 然後跟著去 每個港口的神明去跟他拜一下 然後再出來 就是繞整個港 好幾個港口這樣 很好玩的一個活動 那平常很少人知道 結果今年被禁止了 因為今年海邊的事情特別多 對啊 所以很好玩的喔 那我們那個珊瑚池啊 講回來趕快 你們要下班了 講回來就是 我的珊瑚就BBQ 就被掀了啦 你看上面的那個珊瑚都不見了 剩下那個套索 然後腰部就是斷掉了 那有的種在石頭上的 你看都斷掉了 這個還活的喔 這還是活的 他們過一陣子 只要他稍微風平浪靜一點 好 水質乾淨的話 他會再長出來會再長大 像他前面這個不是白化 他是嫩 他是他的新生兒 所以他會繼續再長大 然後有看到這些還存活的 我還蠻開心的 那我就跟戴昌鋒老師哭啊 我說戴老師我的珊瑚都已經掉好多 他說沒有關係 那些掉下去的如果還活著 他們會自己去找生路 自己會去找個石頭附著上去 那我比較放心一點 可是因為整個池子被翻覆成這樣子啊 斷掉的珊瑚 然後我等於 我這幾天都還要再去把它種回去 用那個防水水泥把它種回去 好啦 反正這就是這種水裡面的作業 像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很像那個海女漁婦 對 我現在是想說我可能要去加入漁會一下 對 這是蠻有趣的啦 從我當貴婦一直到 好到現在當成一個漁民這種感覺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生活體戀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在海裡面 經常看到都是這個樣子 這是我 這又是我 裡面這個海扇長得好美喔 有機會真的一定要來 有想要學潛水可以找我 我不能帶你們 我不是教練 但是我的教練可以帶你們 浮潛就可以了 浮潛就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一些景色 好 我好像快沒時間了對不對 已經沒時間了 好anyway不管啦 我的辭職開始就是 除了做海洋教育之外 這是我的軸心 然後我還會跟很多NGO 跟一個珊瑚礁體檢專家 學術指導這些合作 然後做海洋生育的富裕 珊瑚礁保育 海洋的環境教育 親近海洋的方法 還有做兒童的生態教育 我大概會focus在這幾塊 所以為什麼我要成立一個協會 就是因為我需要有人手 有志工有員工去做這些 所以我的組織圖都做好了 雖然重要的只有前面這三個 但是他要做的是底下啪一堆事情 好 他總是要有收入 所以對不起 我已經keep walking 我已經拿到了 好 可是他還扣我稅 而且他給我一百萬 我要被扣二十萬的稅出去 氣死我了 好 接下來我又找到另外一個金主 HSBC他對我這個案子有興趣 那關渡自然公園幫我引介了縣 那他希望投入整個台灣珊瑚礁保育的一個計畫 所以我覺得蠻開心的就是 哇 我又吸引到一個 一個願意投入珊瑚礁保育的一個企業 那我當然也會幫他們的企業做一些規劃 讓他們的親子來這裡活動 認識珊瑚 或者辦一些陸地上他們的貴婦們 他們真的很多貴婦 然後他們的貴婦們也可以參加的一些 認識珊瑚的活動 甚至在陸地上我讓大家種了珊瑚之後 派我們的潛水志工幫我們大家種回去 上面還可以寫大家的名字 這什麼噱頭啊 真是的 可是沒有辦法耶 為了這個銀河企業口味 Anyway 不管 我還要辦營隊 辦活動 辦獎座 所以就要犧牲色相一下 把我成年老照片都拿丟出來 跟大家這個做個小小的演講這樣子 那我的2015年的活動大致都已經列好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個會員志工 曾昭中 有興趣的朋友的話請找志榮 那我要感謝很多人 講到後來真的要 這裡面有你們熟悉的人對不對 對 這個應該有些人也認識 那個來張過你們的律會本講師的 然後這個是我的教練 這個真的很熟吧 好 這是我的另外一個朋友 這是台上戴昌鳳老師 這就放上去嗎 天使 這真的是我的天使啊 這些人是我的超級大天使 我們的協會就叫做山海天使 本來這叫海天使 後來覺得我們還是 山跟海是不可以分開的啦 他們是互相是一對戀人 山上的污染絕對會流到海裡面 就像這次颱風一樣 這次颱風很多那個原山子分紅道 台北的垃圾從原山子分紅道那邊流流流 流到海裡面去 我那邊會那麼受污染是完全是因為這個關係 你知道嗎 所以請大家不要再亂丟垃圾 好 這是我的天使們 我的大天使 我最大的天使 我先生 他在這附近上班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一起去吃飯 他在那個 我老公在哪一家 我忽然忘記了 哪一個老婆 不像嗎 對啦 在那個寶 那叫什麼寶 不是紅茶店不是紅茶店 不是紅茶店 早知道當初就去賺了一筆就走好不好 那時候他會到一千塊 好謝謝各位 謝謝